寒假不无聊 花莲市的多罗满赏金 31号的上午是在台湾海矿馆 举办了未买18市集 协助15个18岁以下的小朋友 成为小组贪主 也将他们喜爱的小物和才艺等等 分享给民众 期盼让他们学习勇敢独立 也透过趣味轻松的方式来拼经济 多罗满赏金副总经理吕世明表示 公司对外真才常会收到一两位青少年的履历 但碍于资格不符 因此想以快闪市集的方式 在这个寒假 选出15个未满18岁的小朋友 在第一届的未满18市集来摆摊 学习如何以一技之长增加收入 也学习独当一面的精神 我们希望他可能是不同的背景 有不同的他的专场 那我们这样的市集提供了一个舞台 组备了一个摊位之外 然后我们帮他行销跟宣传 最主要今天的主人就是这些未满18岁 但是他们需要有一些收入的小孩子们 当他们站在这舞台当中 他们会知道说摊位要怎么去布置 他们怎么跟客人招呼 他们怎么知道怎么样的摆设 以及这样的时间动线流程 所有东西其实做商人做老板 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 小孩子可能常常都被大人说 我们就是要好好的读书 好好的用功读书 觉得用功读书可以解决所有的事情 那我们希望在这个年代 已经是技术为导向的一个年代的时候 也许我们让他提早进入这样子一个场域 让他们靠自己的双手 然后赚到他们自己该有的零用钱 这就是这个市集最大的用意 所以18市集在今天 1月31号早上10点开始 我们陆续总共有了16个摊位 这16个摊位很多来自不同的背景 有小小朋友他自己画的密信片 也有大大的小孩子 他知道台湾的环境受到污染 他希望能够做公投连署 他来自不同的面向 让这个事情变多不同的原貌 那也欢迎各位 有机会也可以上我们的脸书 多罗买赏金 去看看他们更多精彩的作品 家长陪小孩 家家中的小物或者自己的专长 与一具体陈列 有的害羞 有的则落落大方 我们买那个SCP基金会收容的紧笛头 还有卖卡片还有姜黄粉 这些 有分两个一个白的一个黄粉 这个 那你会不会紧张 呃不会啊 现场也有免费折纸教学 以及环境教育说故事 让活动增添深色 期盼在试集当中 让小朋友从布置摆设以及贩售等过程 学习勇敢独立的精神 也为自己赚取收入 让韩家过得更充实 接着讲方言华联士报导